大家好,欢迎来到无聊的频道 在今天的这期视频里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高目前还没有谈到的预言话题 那就是2025的南海大地震 说不定这个预言会出现在他每年年末的预言影片里 这个预言实际上来自一本名叫 我所看到的未来的日本漫画 在网上看到这位漫画家和他的预知梦故事的时候 我就非常感兴趣 为什么这么说啊 可能大多数的网友都有过这么一种体验 当我们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或者说当我们来到了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面对这些场景时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可同时我们却无法回忆起在以往的生活过程中 是否真的发生过一些和现在一模一样的经历 对于这类情况目前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就是既视感 因为我们的大脑每天都会接收到各式各样的信息 有些信息在我们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就被保存到了大脑的潜意识里 比如你很早之前看了一场电影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关于这场电影的情节和内容 你或许已经忘记了一大半 但是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了一件和电影场景类似的事情 那么这时候似曾相识的既视感就出现了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预知梦 预知梦简单的来说就是在梦中出现的故事和情节居然发生在了现实生活中 但是关于预知梦在科学上还没有很明确的例证 有人就将它视为迷信或者是偶然 可是我为什么相信预知梦呢 因为我自己真的有过预知梦的体会 而且很幸运的是我能肯定的告诉我自己 当时所发生的绝对不是脑海中的既视感 关于我的预知梦故事呢 如果今天的影片内容太长 我会在下一个影片里告诉大家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一本早在1999年的时候 就预知了日本311大海啸灾难的漫画 这本漫画叫做《我所看到的未来》 这本漫画的作者Rio Tatsuki 他告诉别人自己经常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一开始呢他也没怎么在意 直到有一天之前做过的一个古怪梦境 居然也发生在了他的现实生活当中 Tatsuki的第一个预知梦是这样的 1989年8月27日的晚上 他梦见了一位身穿水蓝色连衣裙的女人 女人关着脚站在一个看起来类似隧道的地方 虽然Tatsuki未能看清楚他的样貌 但是却听见了他说的话 Tatsuki醒来后他总感觉自己非常不舒服 梦里的内容让他自己的内心也变得很压抑 所以他打算出门到附近的公园走走 刚到那儿他发现公园里的某个地方与在梦境里出现过的一个场景极其相似 这时Tatsuki就慌张的回到了家里 之后他在当地的新闻里看到一条和命案有关的报道 非常凑巧的是 报道中所说的女子在死亡的时候身上也穿着一条蓝色的连衣裙 所以这是不是梦境给他的一种暗示呢 从那天以后Tatsuki决定要开始记录自己的梦境 然后将它们整理成一本漫画出版 他说虽然梦境里的画面都是非常令人伤感的 但是他希望通过出版这本预知梦漫画 能够让人们对未来世界有可能发生的灾难提前做好准备 这本漫画里总共记载了15个预知梦 其中包括了非公众人物和公众人物的死亡 大地震 海啸 疫情等等不同类型的预知事件 当然除了那些被漫画家成功预知的灾难以外 比如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和2020年的病毒传播 同时也有一些预知梦并没有在现实世界里应验 比如他的第14个预知梦 之前议论纷纷的2021年8月20日富士山大爆发 最后我们都看到了 富士山他还是安安静静的在那待着 既没有喷发的迹象也没有冒烟 目前Tatsuki的漫画只剩下一个预知梦还在等待应验 那么他在自己的第15个预知梦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漫画中的最后一个预知梦是Tatsuki在印度旅游时记录下来的 与之前的梦境不同的是 这个梦境总共发生过两次 他说第一次做这个梦的时候 他是俯瞰着整个太平洋 他发现太平洋的表面正在冒泡 也就是插画里所指的这个位置 但是梦中并没有出现其他的场景 之后隔了很久他又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与之前那次不同的是在第二次的梦境中 他看到日本的东边有两条飞龙 和飞龙一起出现的还有一组日期 那就是2025年7月 Tatsuki解释道 与其说梦境里的他是在高空中俯瞰着地球 但整个画面给他的感觉和使用谷歌地图非常相似 所以他梦境里看到的这两条飞龙很有可能是谷歌卫星地图拍摄到的云层 第二次做同一个梦的时候 他看见菲律宾与日本之间海域的这个位置 发生了猛烈的水下爆炸 爆炸后水中形成了向四周扩展的海啸冲击波 导致太平洋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那么对于这种预知梦境 Tatsuki是如何去理解的呢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关于南海海潮大地震的预测了 南海海潮其实就在日本列岛的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那里 纵深约为4000米 总面积约为800平方公里的海潮 这里属于地震频发区域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由于板块之间的移动 导致这里每年都会下沉几公分 再加上因为太平洋板块的密度比较大 所以比较沉 于是海洋板块就会经常往下挤 在它附近的大陆板块 也就是日本所处于的欧亚板块 整个在上面的大陆板块 慢慢的就变得像一块成拱形的木头 经过几十年或者是几百年达到一定的压力程度后 这块拱形的木头就会弹回原形 就是在这时候 产生的巨大压力将整个区域的海水都向上推 然后形成了海啸 到目前为止 历史上总共记录了8次南海海沟大地震 每一次发生的时候中间都隔了90或者是150年 而且就在今年京都大学人类与环境学研究所的教授 连田浩毅他指出 接下来在2030到2040年间 可能发生规模达9.1级的日本南海海潮大地震 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也曾在2018年的时候表示 南海海潮在未来的30年内有70%到80%的几率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大地震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日本发生地震的次数比以往更频繁了 所以说2050年之前是有可能发生一场恐怖的海啸灾难的 那么除了海啸地震以外 他自己还在自己的预知梦中看到 海底地震所引发的海啸会将周边区域一些岛屿全部升高 特别是台湾、菲律宾和香港 因为灾难过后这三个地方之间的海域会出现一块地霞 这样三个不同的区域就能被中间霞长的地霞给连接起来 那么这种现象是否真的会在菲律宾海域里发生呢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2013年的时候距离东京以南大约1000平方公里远的位置 在宁波群岛这里 由于海底火山发生了爆发 使海面慢慢地浮出一个涨新的岛屿 目前这个岛屿的面积为2.68平方公里 不过它很有可能会像西枝岛一样 从一个一开始0.7平方公里不到的小岛 慢慢地扩展开来 所以说Tatsuki在他的梦境里看到有新的地霞和小岛在海啸过后浮出水面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那么除了由板块移动而形成的火山岛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自然形成的小岛 那就是珊瑚岛 比如位于日本九州岛南边的喜界岛 这就是一个由珊瑚虫遗骸堆住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岛屿目前还在不断地隆起 每年大约能自然扩大2毫米 但是如果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地质运动 例如地震火山喷发之类的 那么整座小岛每年将会升高1至5米 那么除了海底火山的爆发 是否有其他的答案能够解释 为什么《玉之梦》漫画作者Tatsuki在梦境中会看到一片冒泡的海域呢 2013年9月24日的时候 巴基斯坦南部地区曾发生过一场烈度为7.7级的地震 距离正中约400公里的瓜德尔港附近的海域 冒出了一座非常小 大约200平方米左右的小岛 经过调查后 这是一座由地震诱发的泥火山 泥火山就是指我们脚下深处的岩层出现破裂滑动的时候 困在地下的泥浆液体和碎石会在高压的情况下 随着甲王气体喷出 最终累积成为一个圆锥形的泥浆小岛 而且这种小岛的结构并不坚硬 虽然说泥浆的温度完全是冷的 可毕竟是泥浆形成的小岛 所以如果人在上面可能会陷进去 所以要非常小心 那这个小岛和Tatsuki在梦中看到的冒泡的那片区域 有什么联系呢 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说到 是甲王气体将困在地下的泥浆碎石啊 这些东西喷发出来 那么非常巧合的是 日本研究人员在南海海潮的周边地区 探测到了大量含有甲王的可燃冰 这些可燃冰通常埋藏在水深约为500多米 甚至是更深的地方 虽然说日本早在2013年的时候 就已经成功地提取出了可燃冰里的甲王气体 但是比起石油和天然气 可燃冰的开采成本和运输成本都非常高 再加上有一些日本民众对破坏日本海船的技术都非常担心 怕引起地震 所以在目前日本还没有对这些储存在深海下的自然能源 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开采 所以Tatsuki在梦境里看到海域上冒泡的地方 极有可能就是含有大量可燃冰 也就是甲王的地方 然后Tatsuki在自己的梦境中看到的那组日期 其实和一场非常重要的国际性活动有着联系 那就是2025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 这是世界各国相互展示当代文化科技和产业技术方面的博览会 但是我们都知道每当日本举办这类重要的国际性活动时 都会发生一些不可控的意外 就比如2020年爆发的这场疫情 所以玉知梦漫画家所说的2025年 似乎有点让人不放心 不管怎么样 希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因为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到最后遭受损失的还是千千万万像我们一样平凡的人 好了那么这个视频就这么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